Google查一下書紐分析表,VBA好了 這個關鍵字,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上面也有,它也會跟你講蠻多的 所以你如果假設不特別去找書的話 其實官方提供的資源就已經相當的豐富 但是因為它上面有點像一番鐘的結果 所以看的其實還蠻辛苦的 但至少你慢慢看還是知道重點在哪邊 哪些方法,像Add的方法我們剛好有用到嗎 還有Create這個方法其實也用到 Create是個屬性 另外的話其他還有相關的影片 不過你會把影片好像最多好像這三個 好像都我上傳的,這是我的啦 然後另外的話也有一些分享 不過其實我也是偶然之間看到這篇文章 就也叫巧克的VBA分享 然後點擊進去之後的話 其實他會有把一些心得做一些分享 如何做… 後來我發現這邊的話 他其實有講到那個 他說到了他第一年是沒有錢 但是他說網路上有好心的人有課程 後來的話我發現他這邊有一個是 台灣的吳老師 後面還有加上阿拉伯人、印度人等等 我看到這個 後來我想說這個台灣的吳老師到底是誰 後來看了一下 好像這個影片好像都是我的 所以應該沒有另外一個吳老師 這個是我的影片 這邊有我的 我的人像 表示應該是我 應該沒錯 所以網路上面 可能在分享這部分上面 應該… 我算是還滿… 頻率滿高的 所以有的時候 曝光率高的時候 反而把其他曝光率低的 通通擠到後面去 所以網路上他找到我的影片 實在太容易了 所以以後的話 早講到VPA部分 好像似乎如果略過我 好像有點… 就不是… 那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我還滿樂於分享的 好啦 那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把修流分析表 轉換成他可以被執行的這樣的狀態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那些細節 其實我怎麼會知道 其實也是我釋出來的 OK 那我怎麼會 其實也是根據說 比如說他的邏輯 我把那個程式把它順過 就OK了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再來有關那個樞紐表 旁邊要畫個圖 那畫圖的話 基本上會牽涉到幾個問題 要放哪裡 比如放D2 這個位置 然後多寬多高 那怎麼樣畫比較快 那跟各位講 另外其他還有牽涉到 我要怎麼樣去修改他的 比如說像他的標題 標題的字的大小等等的 那我們一樣可以做彩排 所以彩排一樣 油標先放在樞紐分析表上面 然後不是插入 當然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是樞紐已經OK了 所以請你切到樞紐分析表的分析 這邊有樞紐分析圖 點下來之後選擇線圖 然後按確定之後 接下來的話 就是再把它移到正確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的話 理論上放D2 寬的話大概10個 高的話也大概15個 反正這個看個人 最後把標題自改一下 把這個圖力拿掉 原則上我們大概會有這個需求 可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錄製一個圖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一些麻煩 主要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它的位置是用滑鼠去移動的 所以如果假設說你用錄製下來的話 它裡面會有很多奇奇怪的程式 怎麼辦呢 所以我建議 你有些乾脆自己寫算了 哪些自己寫 其實待會你們也可以參考一下雲端 上面的那個圓 我這邊有提供一道樞紐圖 這個是樞紐表 樞紐圖就是這個 那理論上 比較重要的就是兩行程式 其他就是再加上去 包含就是加標題 這是加標題 這個是取消圖力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就是說怎麼樣錄製那個圖 第一個 這個聚齊很簡單 所以錄製一樣 錄製聚齊 然後你就給它一個叫什麼 樞紐表 樞紐圖 可以按確定 然後它 因為我已經有一個了 蓋過去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是游標一樣放這個位置 然後樞紐分析 我就找這個 然後我當然這個地方就改這個地方 OK 這個折線圖 按確定 位置跟大小先不調整 因為我可以自己寫 另外的話 這個上面的名稱可以改 你怎麼改 我大概也許你把它點一下 上面可以改什麼 歷年竊道折線圖 歷年竊道折線圖 然後我習慣是這個字的大小 大概就是常用裡面的20好了 然後顏色改成紅色出體字 然後並且把這個圖力拿掉 那圖力拿掉很簡單 點它一下delete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OK的把它停止錄製 OK 就是在哪裡 開發人員有沒有 好 停止錄製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如果你假設跑跑看 剛剛錄下來的東西有沒有Walk 在這邊有個樞紐圖 然後把它執行看看 有耶 它可以耶 對不對 所以喔 可是問題 有幾個地方不OK 哪個地方 我希望它能夠放在第二的位置 比如說我希望它放在這邊 然後我希望寬度大概10個 高度大概15列好了 或者20列好了 看喔 假設15列 15列應該就是到16列的位置 大概這樣子 所以它會牽涉到兩個問題 坐標 它放哪裡 第二個的話 寬多寬 高多高 所以喔 錄完之後 我希望能夠放在我應該放的位置 那該怎麼做啦 其實如果你不會的話 其實像我的習慣是這樣 我會去找到它用哪一個方式 去產生圖的 其實就是這兩行啦 Active Shield就是目前工作標 它裡面會產生一個Shot物件 Shot物件就是 反正顧名思義 類似一個畫布的一個物件 然後呢 後面有個方法叫AdChar2 那實際上AdChar2後面其實就折線圖 就是這個樣式 那如果我今天按F1 在AdChar2上面按F1之後 其實我可以查查看 這個AdChar2後面是不是還可以加別的參數 可以來決定什麼 它的坐標 看一下 它其實已經錄製下來有兩個 有沒有 Style 所以剛剛看到的這兩個參數 一個是332 一個是XL line Marcus 其實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Style 所以332是Style 然後後面這個的話是什麼 它的Type 所以 這兩個反正就是用錄製不管 可是你會有沒有發現 它後面有增加四個參數 這兩個就坐標 這兩個 一個是Wiss是寬度 一個是高度 所以我後來看到 我就大概知道了 原來我如果 假設我錄製的時候 我先不管這兩個 一個是坐標 一個是寬跟高 那我事後再加 也可以 可是問題 這個地方怎麼加 那跟各位講一下 AdChar2後面就是 豆點 Labs先水平位置 再垂直位置 所以我加的方式 這個地方針對 樞紐圖 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兩個不動 請你在這個地方加一個豆點 等於第三個參數 它的位置應該放哪裡 那基本上我是放在這個D2 的哪個呢 根據D2的左邊這條線 就是它的Labs D2的Top這條線 是它的垂直位置 所以我要寫 應該怎麼寫 我跟他講說 Range 儲存格 錢瓜胡 然後跟他講 你根據D2的這個什麼呢 點Labs就可以了 點Labs就是 根據那個D2儲存格的 左邊那條線 就是它的Labs 然後再來的話呢 根據D2儲存格的 上面那一條線 所以 D2點Top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坐標就完成了 所以 加豆點這兩個 這個兩個就是 它的左邊坐標 跟它的上面坐標 好了之後把它執行 先看看 有沒有發現 它很聽話的就放在這裡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如果你想要把圖放哪裡 很簡單 就是錄完聚集之後 再補兩個 一個是水平 一個是垂直位置 這樣就OK了 好 可是問題寬度呢 你說 老師那寬 我希望寬一點點 寬多寬 大概就跟D2 D2一個儲存格 大概10個好了 所以我希望讓它的寬度是10個 那怎麼寫比較簡單 其實我偷懶一下 乾脆也用RangeD2好了 這個跟D2這個儲存格 它的寬度 點Wiz 所以它裡面呢 有一個屬性叫寬度 就是這個D2儲存格的寬度 但是我要10個這麼寬 所以乘上10就可以了 這樣意思說 它就知道說 給我那個10個儲存格寬度 好 那豆點 高度的話呢 那其實也是一樣啦 有點偷懶 就是這個RangeD2的高度 高度的話是點HIGH HEIGHT這個 這個指的是它的D2的高度 那我要幾個 15個好了 乘上15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 坐標跟它的寬跟高 分別 就把它給什麼 給加上去了 有沒有 加上去之後的話 其實我就補這個啦 關鍵的地方 有沒有 那補上去之後呢 最後我們把它試試看 執行看看 OK 有沒有 這個時候看到的結果 是不是我要的 看一下喔 是不是放D2 沒錯 D2對不對 D2位置 然後是不是10個 到M應該沒錯啦 所以 2 4 6 8 10個沒錯 那高度是不是15個 15個應該這邊空一個D列嘛 所以應該是D16列 也沒錯 所以以後你要多高多寬 放哪裡啦 其實都非常簡單 那如果你可以放一個 放兩個可不可以啊 放它隔壁就好了 看你要怎麼放 反正你工作表這麼大 你可以按照你覺得合理的大小 去堆放它的那個圖 那這樣就可以畫很多個 就可以把它繪製成類似像那個 儀表板 Dashboard有沒有 那馬上一目兩眼 有沒有 你一上班 老闆說我想要看今天的一個 公司的這個業績狀況 你馬上可以show 我想要看產品的狀況 有沒有 你可以馬上 進銷存狀況 馬上可以show 一下子有很多圖就出現了 不用看圖啦 我是覺得看 不用看數字啦 看圖這樣最直覺 好 所以最後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最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我主要是錄製完之後 改了坐標 跟它的寬跟高 那這個細節部分 你們不妨可以參考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6頁啦 有沒有 這個是寬 沒有 這個是坐標 那這個是寬跟高 那這個基本上一模一樣 我有把它做一個mark 在第16頁的地方 那另外的話底下 那個就是它的什麼呢 標題啦 它的圖例 其實當然你錄製OK 其實不動也沒關係啦 可是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希望讓它看起來更精簡一點點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把它修改成底下的狀態 至於改不改 其實這個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應該是上面的坐標寬跟大小 如果寬跟大小 OK的話 那理論上你最後呢 再寫一個Core歷年的折線圖的話 那最後其實應該就可以OK了 所以最後把這兩個把它合併在一起 合併在一起的話 就是Core這個樞紐表樞紐圖有沒有 那馬上就可以畫出最後結果來了 所以這個把它刪掉 然後我加一個按鈕按下它 那理論上呢 就可以幫我把樞紐表先run 再run樞紐圖 它這個會出錯 所以如果圖例的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要改一下 這個最後圖例部分 還是可以把它delete掉沒關係 OK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個圖例 然後把那個圖例部分把它刪掉 那執行OK看看 理論上應該呢 看到結果就長這樣了 所以什麼事都不用做 執行一下 這樣子 這個就完成了 好 那一樣嘛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只能做一個歷年的切道證 當然我們還有另外兩個圖 有個區的那個比例圖 然後還有那個路階道的直條圖 那其實做法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一樣先產生一個表 一樣再產生那個圖 所以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 OK 不過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下一次我們再來看好了 等於是如果你會做 數量分析表、數量分析圖 非常簡單 OK 真的非常簡單 如果跟Python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個太簡單了 因為Python裡面要寫更多東西 但是在VPA裡面 我覺得很多其實是可以自動產生的 寫出來可能是不多 但是它作用我還蠻大的 很方便 試試看 好嗎 好嗎